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询问关于花生的问题 今天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就来解答一下 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 一 花生带皮吃更健康 花生的皮又称花生衣 是花生种子外表面的那层红色或黑色种皮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皮红薯 气须则易出血 花生衣具有不脾胃之气 达到养血止血的作用 中医称为补气止血 现在研究证明 花生衣含有丰富的防酮类等成分 可明显增加血小板数量等药的活性 促进骨髓造血机能 二 发芽的花生能吃吗 花生发芽后会发生神奇的变化 花生芽的白梨卤醇含量 比花生要高100倍 比葡萄酒中的白梨卤醇含量高出几时甚至上百倍 它具有一质癌细胞 降血脂 缝制心血管疾病 延缓癌脑等作用 尤其是对激素依赖性肿瘤 有明显的预防效果 保健价值极高 发芽还可以是花生中的蛋白质水解肥胺基酸 有利于人体吸收 油脂被转化为质量 脂肪含量大大降低 害怕肥胖的人也可以放心食用 不过并非所有的花生芽都可以吃 那些没变的花生芽千万不要吃 因为没变的花生芽会产生黄蛆酥 而黄蛆酥毒性极强 容易诱发癌症 三 这几类人不适合吃花生 一 想要减肥的人 花生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都很高 一百克炒花生人 含有五百八十一千卡的能量 相当于二百七十五克的馒头的热量 所以想减肥的人经少吃花生 二 糖药病患者 糖药病人需控制每日摄入的总能量 因此每天使用炒菜都不能超过三汤匙三十克 但十八粒花生就相当于一勺油十克 能够产生九十千卡的热量 三 心脑血管剂 病患者 花生是高脂肪 高热量的食物 多吃贵加重病情 一导致关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危害身体健康 四 胆囊切除者 人吃饭后 胆囊收缩 将胆汁排入十二致肠 以利于食物的消化洗手 高蛋白和高脂肪的食物对胆囊刺激最强 使胆汁大量排放 胆囊切除后 胆汁无法储存 势必影响对花生等油料作物中脂肪的消化 五 痛风患者 痛风是一组上令代谢紊乱所致的疾病 患者有高尿酸血症 由于高脂饮食会减少尿酸排出 加重病情 所以痛风急性发作基因进食花生 痛风缓解期也只能适量食用 各位朋友 你喜欢吃花生米吗 你喜欢怎么吃呢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生活故事 感觉并ORA 感觉并hésitez 词 church 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